好 觀眾帶來關心到國民黨籍的屏東議長周典論 因為涉嫌幫郭台銘收購連署書 因此遭到收押禁見 那最新呢 他的女兒周孟榮 還有所有的全國政府議長實驗室連署聲明 那包含許多人在今天是出現在新北市議會 一起來聲援 來看一下稍早最新 那時候議長就跟我講一句話 有人話後生 叫他一定要低調 叫他一定要低調 但是我們就議長他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他聽到這句話 他就要憤怒了 國民黨不可能落井下石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需要團結在一起 這樣的事情 中央做這樣的事情一定會讓所有的 全國的國民黨員 大家會欣然 應該不可能這樣子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司法還沒有總結 所以我也不方便多做什麼 謝謝大家 好 可以看到他們其實是共同簽了一份連署書 而周孟榮也到場了 被問到會不會覺得父親真的很冤枉 或者是他們一起說到都是司法迫害 那麼他則表示說 因為現在全案都在調查當中不便表示 不過他其實是有點眼泛淚光 那麼另外呢 其實包含了議長們也說 在這個時間點呢 是不是因為周典論才剛幫侯康佩站臺 他們也認為這個是不是綠色恐怖 應該要交代清楚 那麼另外呢 其實在國民黨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黨中央這裡考 機會是祭出將要處分 而蔣跟黃他今天也說到了這樣做法呢 其實是有點落井下石 他相信黨中央不會這樣 因為如果在這個時候這樣做的話 可能會讓許多的國民黨員都相當心寒 那麼以上是在現場最新 將時間鏡頭交換給彭底直播